5G 加 DDS 會是一個很好的解決 因應這個智慧製造的需求 慢慢工廠會從大量的製造 變成是少量多樣的這樣的一個轉變 那面對未來的課題 怎麼樣建構一個可容易擴充 甚至於未來容易升級的一個解決方案 那我們覺得說5G加 DDS 會是一個很好的解決 有家集團是工具機的製造商 那我們在製造行業裡面是屬於離散製造的產業別 所以在整個的傳統產業裡面 其實當然面臨到的第一個課題是招工不容易 所以在導入自動化是必然的選擇 DDS 其實是一個以前用在軍工跟航太領域的一個技術 那林華在四年之前 我們董事長就把這個技術買下來 想要用在智慧工廠的領域 那最主要的目標也是希望說 未來智慧工廠能夠在這樣的一個通訊標準之下 大家都能夠兼容工廠裡面的設備 讓整個設備可以達到互聯互通 其實以支撐會議我們最主要是協助業者 把這個所謂的 DDS 的 Data Layer 串到所謂網路層 讓整個所謂的頭端到尾端這邊 可以一個很好的一個傳輸 所以在這一次的計畫裡面 導入 Swarm Autonomy 包含 DDS 的技術透過 5G 那我們認為工廠未來的擴容性 以及未來的整合性會更加容易 那透過這一次 AI 加 AOI 的檢測技術 其實我們讓整個產品的穩定性包含良率 都提升了大概 15 個百分點 然後在導入所謂的 AGV 無人搬運車這一塊 來協助整個生產流程上 我們也讓整體效益提升了近 20% 成本也達到一定的控管 剛好這一次也遇到了 COVID-19 的問題 那我們發現很多我們現在的服務人員 無法在第一時間去客戶的現場 所以透過 AR 眼鏡或所謂的 MR 眼鏡 做 Remote Guidance 的服務 我們的技術人員就可以第一時間提供最優質的服務 讓客人排除現場遇到的所有的問題 當我們發現到說越來越多的領域 譬如說像自駕車、智慧程式 甚至是智慧工廠等等的應用 都一定會因為未來的需求 而需要點對點的進行傳輸 所以我們認為 DDS 的未來應用範疇會越來越廣 那當然以生態圈來講的話 以目前來講 DDS 的部分 除了零滑電腦 那還有類似像有家 還有 BenQ 這些廠商也都進來 那除此之外 因為結合 5G 這邊 5G 專網這個部分 那也有像是廣達、人寶、亞序電腦這些 都有進來做這些相關的產業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未來 DDS 結合 5G 以後 大家可以怎麼樣去把這個生態圈去做好 那未來可以偷偷省取輸出到國外 智慧工廠的範手很大 不是一間公司可以完成的 所以我們需要拉攏很多的生態圈的搬 比如說像控制器裡面的芯片 Intel 的廠商 或者是說感測器的廠商 然後還有這種系統整合的廠商 那最後可能還是需要有一個 有前瞻性的這些工廠的廠商 讓他們願意投資 然後來落地這樣子的一個智慧工廠的一個解決方案 那這樣子才有辦法從這樣的一個計畫裡面 去體現真的有其效益存在